职场会有真正的友谊 珊珊 我感觉这次升职的一定是你 我不怎么在意这个 还没定的事呢 再说吧 哎 子萱你看这个 咱们下班一起去吃吧 好啊 本来上午还宵夜一起吃饭 但是 这还能有假吗 子萱说的 看不出来珊珊是这种人啊 应该不会 子萱不是那样的人 做得不错 你们说的这些 他们都要相信 你答应我的可千万别忘了 我可是连好朋友都不要了 放心 就我和珊珊有希望 你把她搞臭婆 当上了组长 答应你的都不是问题 珊珊 你可不得怪我 谁让你平时那么有原则 子萱 餐厅我订好了 算了 你自己去吧 之后 她好像就在刻意疏远我 最近几天 子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问也不说 还在为生殖的事情发愁吗 你的优秀是有目共睹的 方宽心 我根本没想那个 是另外的事情 难道你终于愿意 公开我们俩的关系了 暂时还不想 别猜了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我看看 怎么突然这么贴心 不是说放假出去玩吗 先给你准备了 快试试 珊珊 这个项目很重要 你做一下 好 我看你如果把重要项目搞了 能不能留在公司 你过来一下 我跟你谈点东西 珊珊对不起啊 我之前心情不好 不是故意不理你的 没事儿 谁都有烦恼的时候 你不怪我就好 是在做渊总那个方案吗 对 进度这么快啊 加班加点的呗 你不许睡啊 等会我出版就做完了 你看一看 然后公司还有一部分 我明天再结合结合 嗯 好 我等你啊 珊珊 你能帮我拿一下外卖吗 我现在组不开 哦好 正好我方案也做完了 下午准备去见客户了 中午监控检修 大家都下去吃饭 我到时候给他把方案 乱改一下 老子萱你的外卖 我去打一方案了 下午就要见客户了 这方案完全不对 不对吗 渊总把这么重要的方案交给你 你可别搞砸了 下午见客户还来得及吗 亏我把你当朋友 背地里做这些事情 乱改我的方案 珊珊 你可别乱约完 什么都要证据 明明就是自己能力不够 还在渊总面前演戏 你说你方案不是这样 谁能证明 我能证明 这个方案昨天晚上我和珊珊一起沟通的 什么样我清清楚楚 你们在一起 珊珊女师 大约是我男朋友 还有你 马上结公司走人 珊珊 我们是好朋友 你帮我给渊总求求请 我没有你这种好朋友 等着吧 这事没完